药局竟然大发国难财 高雄市左营区一间药局 从1月底政府公告 医用口罩为防疫物资开始 就以每片6元的价格和供应商进货 并且用一片10元的价格卖给民众 远高于政府实施 10名之后统一售价了5元 光是一个月 药局就卖出了21万5000多片 医用口罩赚了至少86万 试调处将药师约谈到案 他坦诚不会 最后将这名药师移送法办 医疗用口罩1月底被政府列为防疫物资 全数征用全国66家口罩供应商 却有人动起歪脑筋 医用口罩严重不足 但是高雄市左营区竟然有一间药局 私底下卖给民众 涉嫌哄台价格大发国难财 1月底开始零星药师 以一片6元价格向供应商进货 医疗用口罩进行囤货 并且涨到一片10块贩售 光是一个月就卖出21万5350片 赚了86万1400元 没有来过来吗 是人家 说我们都卖口罩了 我说没有 他说隔壁都卖口罩 高雄市调出货报和卫生局消保官上门击查 并在4号约谈零星药师 他坦诚不会被医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还有刑法依法送办 现场的这个剩余的口罩的数量 我们目前计算是达到20余万片 那很多是已经都销售出去了 疫情当前不但没有供体时间 甚至还不当囤货哄台价格 利用民众大发灾难财 心态实在不可取 记者梁家伟 王超群 柯成浩 高雄采访报道